熊狮单挑野水牛,究竟谁胜谁负? 熊狮的战斗力在尸群中都是8%的存在,一群磁尸对付不了的熊狮三两下就制服了。 视频中的熊狮咬住了水牛的脑袋,可能使熊狮太过于瘦弱,强壮水牛的面前,丝毫占不到便宜。 地上的血迹已经证明了战斗激烈程度,水牛不停地用自己的力脚盯着熊狮的身体。 受伤严重的熊狮躺在地上,凭着自己仅有的力气,试图咬住水牛的喉咙。 无奈在体力耐力还是是攻击力上水牛都占了上风,熊狮的攻击全被水牛给化解了。 情有不甘的熊狮紧紧地抱着水牛的大腿,但所有的挣扎都显得徒劳。 锋利的牛角狠狠地刺激了熊狮的身体,并可丢,尊严,不能丢。 这就是属于草原之王的战斗,野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。 它们也是草原上杀死狮子最多的动物,应该借助群体的力量,映成一股声,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性。